高達22米科技玉兔主燈 玉兔壯彩變幻繽紛顏色 搭配科技感音樂 2023年台灣燈會耗資近8億 打造時效最貴正燈儀式展開 國父紀念館中校東路一直延伸到東區商圈 23年後燈會重回台北 5號正式登場 這次燈會共有四大展區 多達300件以上的藝術作品 位於新藝商圈的未來展區 台北101級北市府的大型共演光雕秀 是兩個北市地標首次合作 主燈玉兔壯彩覺得熟悉嗎 這臉部動作透過捕捉技術 輕舉重女神郭信淳現臉 所以表情更生動 那它的主要靈感來自台灣的晶園 我們知道它是這個我們很重要 這個戶口的神山 所以今年是這個玉兔跟我們科具結合 台灣燈會主燈外還有三個副燈 和六大多元主題燈區 看看國父紀念館及市府前廣場的中央展區 就有最傳統燈藝 也有最摩登的現代燈飾 台灣燈會也是疫情解封後 第一場國際大型活動 14天轉期勢必湧入大批人潮 TVBS新聞李國偉 SN小組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